Gigi Boon Gong 迷虎老师 你是要炸了武林位基地吗 至少我们知道了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好消息 竹竹侠的武林所没有遗忘之力 太好了 但是坏消息 其他的武林所都存有微弱的遗忘之力 别太担心了 虽然刚刚用了电积分离 没能去除掉遗忘之力 不过我们还可以多试几次嘛 比如溶液浸泡啊 增压去除什么的 迷虎老师 虽然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觉得好厉害哦 没文化 真可怕 迷虎老师 有用吗 要不 小丹丹 看起来没多大作用啊 也许多泡几天会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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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嗯 再试试增压去除的办法 将压力加大到可以轻松压碎钢筋的秘密 對 哎呀 哎呀又 然後 忍一下 嗯 說不定一忘之力就出来了 哈哈 嗯 嗯 什么 蜜虎老师 我看还是换个方法吧 要不换个武灵锁 我的武灵锁这几天螺丝有点松了 那个 请问 母 有人在吗 有人来了 我去瞧瞧 喂 母 头一次看到超人抢这么积极呀 你好 我是皮特 你在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别担心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能帮你 那个 我叫皮特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他很漂亮 青梅竹马呀 他叫朱莉 然后呢 我知道 朱莉一直有一个梦想 他想开一家点心店 我想送一家点心店给朱莉 帮他实现梦想 啊 和朱莉 可是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店铺 这太简单了 交给我们就好咯 没错 交给朱朱祥就好了 我们是在重要的时刻才出场 小猪猪 小猪猪 加油啊 等等我老大 哎呀 放心吧 我一定帮你选最好的地址 制造最棒的惊喜给朱莉小姐 谢谢你 猪猪侠 猪猪侠 你在看什么 我在勘测地形 寻找最完美 最漂亮 最适合朱莉小姐的点心店 那里 猪猪侠 等等我 我来吃 听说这家的东西真的很好吃 这么多好吃 也废试吃 红豆味的 绿豆味的 抹茶味的 草莓味的 这真是天堂 尝尝这个 很好吃的 真的好好吃 我的推荐不错吧 这个也好吃 我要买一盒给朱莉 让他也尝一尝 等等 朱莉 猪猪侠 别吃了 我们是来找店铺的 对呀 真是太不应该了 太好吃了 我再吃一个 皮特 你就盘下这家店吧 我以后天天都来 走吧 猪猪侠 这个店面生意很好 做出的点心也很好吃 店主不会转让的 没关系呢 皮特 我们再找找别的店铺吧 这就是我心目中最适合朱莉的点心店 小猪棒棒棒糖 月亮棒棒糖 有序地摆在花色美观的大理石桌面上 结实有力的手掌呢 这位客人 你们想要些什么呀 我们想盘下你的店 请问 你的店铺转让吗 转让 当然转让 多少钱呢 我们买下啦 不贵 不贵 只要五万通话币就可以了 皮特 掏钱 朱祝祥 钱不够 好的 傻 钱不够 哼 钱不够 快到啊 皮特 没事吧 我们继续找 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店面的 看看 看看 功夫不够有心人 这店面漂亮 这装修高档 这价钱实惠 怎么样 这间满意了吧 满意是满意 就是 离市中间也太远了吧 说的也是 根本没客人经过吧 这个店的老板是怎么想的 竟然在这种地方开店 装修还这么豪华 浪费哟 所以 价钱才这么便宜吧 哎呀 怎么样 味道不错吧 好啊 好啊 还不够 我要吃得更多 你可真能吃 也只有聪明又厉害的我 才能养得起你 不过 下一步去水晶城看看 是时候要唤醒他们了 来吧 皮特 别灰心 明天咱们继续找店铺 一定可以找到的 谢谢你 猪猪侠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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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一环的店铺太贵 二环还差一点钱 我还要继续努力 好浓郁的梦想之力啊 我要吃 我要吃 刚好做小叶 三环应该是可以的 三环应该是不高的 小子 吃了各种方法 都没能够剔除一望之力 只能想办法抑制一望之力外泄 降低它的影响咯 柠檬加红酒 加点牛奶 然后加上点黄油润滑 迷糊老师一大早这么积极啊 成功了 这难道就是破解一望之力的配方 这个饮料配方果然好喝哦 哎呀 这个太远 这个太贵 这个太丑了 这个 哎呀这个 这个刚刚好 嘿 您拨打的电话 一起用来电提醒功能 请稍后再拨 皮特在干嘛呢 怎么不接电话呢 真是急死人了 请问有人吗 哦 来了 猪猪侠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 你先别哭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定会帮你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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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抓了一个小席 哦 啊 要赶紧把他放进存钱棍里 哎 我的存钱棍被偷了 啊 那可是我为了开店辛辛苦苦存的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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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就是朱里啊 responsible 哦 哦 九文大明 潮人墙 伯比 哦 人家 Stephan 未来的事情我们就会出场 廢柔去尋找朱莉小姐的存钱罐 走吧 朱莉小姐 我们帮你去找存钱罐 等等啊 这不是我的任务吗 算了 我叫上小呆呆一起 把皮头找回来吧 朱小 血清虫这么大 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找皮特呢 这个嘛 我们去这里 有的吃就一定能找到皮特 再合适不过了 就是这里 朱莉小姐 存钱罐丢了以后 屋里的摆设你有移动过吗 没有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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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通过鞋印可以推断出 小偷身形瘦小 而且鞋印并不凌乱 静止往卧室走去 四周的摆设也没有移动过的痕迹 说明此人对你家非常熟悉 什么 是他可以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博比 不是我不是我呀 没想到是你 老大我再也不敢了 竟然当小偷 小偷 怎么可能是我呀 我今天是第一次到这里呀 那这个指纹是怎么回事 这个 是我刚刚不小心碰到的 再说 你们过来看看 我的脚印也不合适啊 去那边看看吧 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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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点心店也没见过毕特 我们继续去下一个点心店扫荡吧 毕特 毕特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终于找到一家 适合你的点心店铺了 快跟我们去看看 你绝对会满意的 毕特 我们找到你的店铺了 店铺 没兴趣 你们不要来烦我 为什么呀 菜点 你找到毕特了吗 找到了 我这边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 是毕特偷走了朱莉小姐的存钱罐 毕特 你 毕特 你说话呀 毕特 你到底是不是偷了朱莉小姐的存钱罐 到底是不是你 是不是 没错 是我拿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朱莉开心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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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特 有什么困难就说嘛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嗯 嗯 送朱莉小姐点心店 让她高兴 不是你的梦想吗 我有这样想过吗 嗯 嗯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没有啊 啊 昨天我还和你满大街的找店铺 今天你就说不要了 还说没有 哎 你 你能不能不要像那只狮子一样 一惊一乍的 狮子 狮子 哎 难道 是遗忘战士 走 毕特 我们去找朱莉小姐 我干嘛要回去找她 我不要 只要见了朱莉小姐 你一定能找回梦想 哦 等 等我 疑特 他怎么会是小偷呢 这怎么可能 你别急 见了面再问问清楚吧 哦 等等 哦 哦 注意 出现状况 保持经验 太好了 我的梦想启动资金又增加了一块钱了 哦 哦 嗯 小心 哎呀 哼 又见面了 是你 守卫之力 武灵变身 嗨 呀 武灵魅力变身 周莉小姐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又见到了一枚 嘿嘿 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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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开 嘿嘿 吃我一切 呃 嘿嘿 不堪一击 嗯 啊 果然在这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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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吧 枯叶山霄 我 复活了 哈哈哈哈 枯叶山霄 好 恭喜你自由了 谢谢老大 哈哈哈哈 我把他给你带来了 好 老伙计 又见面了 哎呀 波比 我把你带来了 哈 胜了 接下来轮到你了 哈 顏抖… 他好像不太好 阿玫裡面有很多伽子 也有很多 五菱菲力 变身 昨晚的那个狮子 我就知道是你 诶 独自见面 小老虎 我来和你过两招 你也去一边躲好 我帮助朱霞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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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特 我想起来了 我原本是要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 帮助朱莉小姐开店的 这 这是真的吗 杨丽 这 出叶神霄 来日方长 我们先行撤退 好 想跑 可恶 又让他们跑了 其实 我自己也存有一笔钱 想帮你开店 对不起 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 就偷拿了你的储钱罐 这不是我的本意 请你原谅我 皮特 谢谢你 我们一起开一家点心店吧 嗯 给我一份 给我一份 真香 真好 小店今天开张 今天点心 全部免费 太棒了 好 好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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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哎哟 哎哟 敌人又多了一个 我们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嗯 嗯 真可爱 给我留点 展翔 你们快来呀 这点心可好吃了 再玩就没了哦 哦 哦 请吧 拜拜 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 还有友情来帮忙 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 给我生气的力量 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 还有爱的正能量 让我学会自信和悲伤 追寻最初的梦想 超级棒棒糖 骗着彩虹的光芒 关键时候帮我忙 给我勇气和力量 超级棒棒糖 它有生气的力量 我失灵也不慌 看我自己想想 超级棒棒糖 骗着彩虹的光芒 关键时候帮我忙 给我勇气的力量 超级棒棒糖 它有生气的力量 我失灵也不慌 看我自己想想 现场 有生气的力量